這個就是在泰國的有一位講師 他爸爸往生 然後印證到了蘇聖 他父親生暖如眠 然後他有一個請 就把他爸爸從棺木裡面請出來 然後拍這一個影片 我們到了蘇聖 我們沒有求到就是一般 那個老人家他已經歸空了 你看可是他往生 他往生後比往生前還更慈祥 那一般不了解 以為好像就不尊重 其實他已經歸空回到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看我們求完道是非常的殊勝 那我們沒求到正常是幾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就跟石頭一樣硬硬的 是不可能這樣生的 而且開始發臭腐爛了 所以你看到了蘇聖就是那麼的神奇